过去因 经是苦 经是因 来是苦 我们对于经是因 特别要重视 经是的果报 好 不要留念 不好 不要怨恨 统统放下 修 清净 平等心 那 一行念佛 比什么都殊胜 所以这个十二因缘观 对我们就很有帮助 我们看云云众生 这十二状 没有一个人能逃过 最关紧要的 就是我们现前的爱 取有 对于这个世界 决定不能有贪爱 不能有占有 不能有控制 不要真这些东西 我们只是把所有一切事情 统统的念阿弥陀佛 决定求生西方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其中 无名于心 就是 和根业 说于 过去时的因 十 明死 六处 六处 除受 这个五者 这是 过去 获叶之因 而受 现在的果报 我们眼前 所受的 受的果报 是 过现 一程之因 那么从 爱取 这两点 为 现在这 迷惑 你要不迷惑 你不会动 这个念头 你喜欢 你讨厌 这都属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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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反面 是怨恨 这个心 不能有 都是迷惑 不可以 有这种念头 取是 占有 占有 就有果报 没有占有的念头 一切 随约 有 很好 没有 也很好 看到 别人 需要 我这里 有多余的 就要 帮助别人 帮助一切众生 里面最殊胜的 叫 法供养 法不使 你看 金刚经 这大家念了很多 金刚经上 佛就说了 很多句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为罪 大千世纪 切保不使 不如 为人 舍死 据据 这讲的很多 为什么 法供养 能帮助 别人救 财供养 不行 财供养 多了 真正人 财供养 所以 布施 供养 要考虑到这些 财供养